长长车楼蔓延15公里 就和30栋台北101一样长 驾驶等得受不了 纷纷到外头透透气 为任务的民众 忙着哄手中哭闹的婴儿 还有人不耐烦到 在路边直接吵起来 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克赤大桥 被炸之后终于恢复通车 但至少得等10个小时才可以通过 游客出差人士 一般民众通通卡在这里 就算要改搭渡轮 也是另外一场噩梦 耗资36亿美元的克赤大桥 被炸破两个洞 俄罗斯总统普丁指控 都是乌克兰的错 无论双方再度互相推锁 但炸桥无疑已经中错 俄罗斯南方补给线 但拖延不了俄罗斯的攻击行径 连已经并吞的炸波罗热 一个晚上就遭受12枚飞弹轰炸 当地居民看到 腿都软了 站都站不稳 因为残海底下恐怕又是满满的无辜生命 与此同时 炸波罗热南方的赫尔松 当地著名的大西瓜地标 重新插起乌克兰国旗 三落四处的俄罗斯战车 都是乌军反攻成功的印记 但随着战况逆转 大家都在问 俄罗斯会被逼到动用核武吗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难得同声 强调俄罗斯没有打核战的意图 但随着战况胶着 执疑声浪到处都是 普丁的脑中有何盘算 没有人知道 谢谢我黄盛凯周成为报导